25号是国中小学的开学日 面对这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 各校都不敢大意 在校门口是安排老师 替学生来凉额温喷酒精 南罗县长林明珍一大早7点多 就来到了草屯镇的虎山国小 视察校园防疫情形 并且呼吁大家一起配合防疫工作 守护全民健康 县长林明珍认真替小朋友量额温 接下来则由教育处长陆正威 替孩子的手喷酒精 25日是国中小开学日 南投县各学校都加强防疫工作 现场不少家长都相当肯定 这次学校的做法这么好 给我们家庭也更放心 因为我们在乙方 重于治疗 所以做为乙方这么好 其实多少还是会 可是这种东西学校老师 本身也有在做消补 如果说我们担心归担心 小朋友也是要上课 只能说请他们说 尽量不要说太接触就好 我们现在来做一次 我们一个正确的洗手步骤 来我们来先什么 来施来先把手打施 来 草屯镇虎山国小 还特别安排学校的护理师 教小朋友正确洗手的七个步骤 内外夹工大力碗 最重要的是洗完手一定要记得擦干双手 我们教育处请我们所有的各学校的校长 务必要把这个防范工作做好 那么今天县长本人到我们的虎山国小 来查看我们这个防疫工作 推动的怎么样 县长到这边来可以说非常的放心 学校都做得非常的彻底 每一个学生进来都先量体温 然后再消毒他们的手 我想这样的防范工作 就不会再有感染的事情去发生 面对严峻疫情 各校不仅在开学前加强校园消毒工作 开学日起更在校门口设置防疫站 确实量体温让孩子用酒精洗手 就是希望可以做好防范 让小朋友们可以健康快乐学习 记得熊吸引脑线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